《针锋漫谈》 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4年的8月16号 有关习近平的传闻仍然没有停歇 8月15号旅居美国的上海企业家狐狸任 突然在X平台上爆料 说中共驻美国的大使谢峰突然被应召回国 看来中南海真的出大事了 紧接着呢 该贴文就被一些人转发 从狐狸任的X账号的其他贴文 以及他的人生经历来看 他不是一个随便说话的人 狐狸任在1997年进入国内刚刚兴起的互联网行业 当时李嘉诚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叫做美亚在线的公司 狐狸任就做了这家美亚在线的董事执行副总裁 并且拥有这家公司的股权 97年的年收入当时就在四五十万人民币了 2001年世界互联网泡沫破灭后 狐狸任离任了互联网企业 进入了正处于发展期的投行业 因为在互联网行以及在投行的丰富经验 狐狸任开始被邀请去各地方讲课 比如说上海科委 中国科技部 复旦大学都讲过课 复旦大学还请狐狸任给学生们做创业导师 2009年 狐狸任转变身份 成为了真正的民营企业家 到了2018年1月份 中共理论刊物求是 发表文章说 应该消灭私有制 9月份 博客作者吴小平写文章说 私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实现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 应该逐渐退场 知道情势已不可能反转 狐狸任决定停下所有的项目和追讨努力 买了到美国的机票 十多天时间之内就做好了关闭企业的善后工作 9月份 私营经济完成历史使命 同一月 狐狸任登机离开中国 所以说呢 这样的人 他看得远 润得早 独立思考判断 是吧 一般不会轻信任何传言 加上他常年与中共的精英顶层打交道 真是真实爆料 自然是不少了 所以我觉得可以采信这个消息 那么谢峰离职意味着什么呢 这才是值得我们去分析的 习近平说了 他要亲自抓经济 但是外交和国防啊 这才是根据组织原则总书记的职责分工 所以经济上他搞得再烂 习近平是可以甩锅的 而外交部长秦刚 国防部长李尚福都出事 那习近平甩不了锅了 是不是 就对习近平党的打击是最直接的 秦刚在外交政策的把握上 是倾向于亲美疏远俄国的 这在两点上是可以得到论证 第一呢 就是他担任部长前就公开说了 中国与俄罗斯合作没有禁区 但是也是有底线的 这就依反外交部的中俄无上限的说法 秦刚上任后 首次跟俄罗斯外长 这个拉夫罗夫通电话 通话说就宣布了中俄关系的三不原则 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从而取代了他的前任王毅 中俄关系三无原则 也就是无止境 无禁区 无上限 秦刚这个不针对第三方 显然就是指不联手俄罗斯跟美国搞对抗嘛 是不是 那第二条观察是什么 秦刚一上任 以反美著称的外交部粉红发言人赵立坚就下岗了 这还不是什么民间的八卦猜测 是巧合 因为赵立坚的妻子微博在秦刚出事后 那个传闻一出来 他马上就说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 在中共公布秦刚被赶下台的25号 当天 赵立坚在微博上几乎都喊出来了 说大家早上好 中午好 晚上好 所念皆所想 所想皆成真 亢奋之余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 是吧 外交部 按照中共这个话语体系来说 就是什么 存在着两种路线的斗争 之后呢 两大传言都验证了这个分歧 第一 西方的媒体Politico新闻 它这个新闻网欧洲版报道 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2023年6月访中时 向习近平披露了秦刚及多名中共火箭军高阶将领 已遭西方情报机构渗透 显然俄罗斯是绝不愿看到处于俄乌战争胶着状态当中 秦刚成为中俄盟友关系中的绊脚石 第二天秦刚出事的当天 谢峰对外宣布自己摔伤缺席的大使馆活动 外界当时普遍分析这个与王毅同一条战线的 清俄反美的高级外交官恐怕要违以重任了 这摔伤就是确领新任务的这么一个借口 而在外交场合的阿斯鹏论坛上 当记者问到秦刚下落的时候 这个谢峰竟然是按捺不住 幸灾乐祸的笑起来了 说拭目以待吧 这显然就以赵立坚一样的德行 一样的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而欣喜若狂 那么答案就很清楚了 谢峰一旦紧急召回 就意味着中共最高层的中俄美三边关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当然我们不排除谢峰回国后 接受外交政策方向改变的重大宣布 谢峰 你得收拾收拾了 你得改变改变了 那你要看这个谢峰是否能够在北京走走关系 表忠心来维系目前对他的信任 换一身马甲继续回来做驻美大使 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呢 关心的是中共可能出现的变化 和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变化 下个星期 从北戴河休假回来的习近平 将会从水里冒头重新出现在人们的事件当中了 各种传言呢 也许就会冷凝下来 虽然他没有被大家说死吧 说死 但是呛了一口水是肯定的 关于北戴河老同志提出了30条建议 不论真假 是完全符合中国的现状和中共的生死担忧的 而北戴河会议期间 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冷截府公开信呼吁中共主动退场 这个公开信发出来后 他本人没有受到骚扰 公开信也得到本人证实确实不假 他是写了这个公开信 所以这条消息更为可信 冷教授得知习近平病得很重 不能工作 党政军的全盘工作落在两名军委副主席 张又霞和和卫东身上 所以希望获得两人支持 如此看来 我认为在权力博弈难分上下的情况下 习近平以身体原因离开日常领导工作 是一个重大的变数和集会 可以说的 中共国当下的经济困顿和社会崩盘 是中共政治体制的原因 是需要中共集体承担这个戕害中华民族的历史罪责的 别说500年出一个了 就算是5000年出一个的习近平 那他也是击重难返 然而习近平走向独裁后最大 也是必须承担的个人错误 那就是与俄罗斯建立了实质性的同盟关系 从而彻底在国际上孤立无援 2022年博欧论坛 在那论坛上 习近平说 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乘坐各自的小船上 如果乘坐在一条共命运的大船上 组成联合舰队 才能顶住惊刀骇浪 结果呢 别说190个国家了 就它那么几个轴心国小船 换乘了中共这条大船 几乎个个都落水了 你看 数了 委内瑞拉出事了 对吧 伊朗被羞辱了 朝鲜也背叛了 朝鲜背叛是有很多的这个征兆 可以看出来的 中共把金正恩在中国大联邦水岛 留下那个铜脚印用沥青给悄悄盖上了 7月27号是纪念朝鲜战争停战的活动 俄罗斯 古巴 越南都派大使参加了 结果你看 一起打仗 彼此都沾了血的 友谊的这个中共却缺席了 金正恩显然什么 已经跳船了 而最重要的就是 俄乌战争发生了重大的战场转变 乌军反攻进入俄罗斯境内 如入无人之境 目前 乌军正式宣布 已经占领俄国领土1100多个平方公里 俄军败向已现 中共最高层虽然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导 但是整个中国社会 称俄罗斯的行动已经出现重大改变了 除了网络上 你看那粉红们开始脱离与普京的父子关系之外 根据支付系统 叫做Imparia Rus 就是俄罗斯的这套支付系统 商务总监阿里克斯·罗斯莫夫斯基 他就表示说 目前98%的中国银行 即便是小型的区域型银行 都拒绝乘坐或收受俄罗斯向中国直接电汇 中国的一些金融机构甚至开始拒绝以卢布付款 也不想通过这个香港金融机构与俄国企业做生意 尤其大家可以观察这个时间点 商业内幕引述亲克里姆林空媒体消息报称 中资银行拒收俄罗斯直接汇款的现象 最近三周才恶化 三周也就是三个星期前 正好是三中全会 习近平各项负面传言出来的时候 正好是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之时 也是外交部不正常宣布休假十天的时候 美国有句话呀 叫follow the money 不管事情藏得多深 你不管有多少假消息放出来 钱的流动走向是最真实的 这一看 这几乎是一刀切与俄罗斯的金融往来 就意味着与俄罗斯的蜜月已经结束了 话说到这 朋友们可以自行得出结论 谢峰被召回国的背景 和未来中共政策的重大变故的可能了 此外国内乱象依然 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 最近中国的实名举报不再先于民报官了 而是出现了一些警察、检察官、纪委官员等人 实名举报自己的上级 因为他们自己都无法在中共的法律体系内得到公平对待 只好在网络上乞讨伸张正义 大家怎么看这种现象突然爆发呢 一方面你看 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嘛 是不是 另一方面呢 清楚的放出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连他自己倚仗的暴力机器 公检法 他都运转不动了 不仅运转不动了 这两天出现了像河南洛河一家法院一起法官王佳佳被砍死了 邯郸银行董事长郑志英被支行行长捅死的案件 尽管官方与舆论都偏向受害者 但是民间舆情却偏向加害者 可见中共社会矛盾非常尖锐而扭曲 中国社会内乱全面爆发 只在瞬间 此外 另一个消息是需要值得大家注意的 就是彭博社8月13号报道说 随着病例激增COVID这个检测试剂和药品生产商的股票 成为亚洲市场的焦点 最近几天涨势强劲 这道理还是我刚才说的 follow the money 你看那个钱怎么变 其中表现最好的是中国COVID这个检测试剂生产商 叫做健安基因 这个公司本周已大涨了17% 8月14号网上消息说 中共国多地陆续举行所谓不明原因肺炎聚集性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第二天8月15号 广东本轮新冠感染年轻人症状更明显 就已经成为微观热议话题 这就不是演习的问题 这是病人都已经出现了 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发布的防控应急演练更早 8月7号就开始了 演练内容是模拟一家两口出现流感症状 服药三天无效后由专家会诊接入 报道是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疫情 从疫情发现上报到应急准备流行病学调查处置 病例转运乃至密切接触者管理的全过程 这不就是两年前的在线吗 其实中国多个地方从去年 从今年二月份开始就积极展开类似的演练了 六月份有湖南的岳阳市、江苏的淮安市、震江市、海南的成脉县等地区 七月份又加入了吉林省、辽宁省、山西省、四川省、 黑龙江省、浙江省等地方县市 八月份广西庄族自治区、甘肃省、陕西省等地也加入演练 朋友们 要知道 这一类公共卫生演练 都是极其容易引发社会惶恐的动作 没有真实的威胁 谁没事搞这个演习 这可不是说是威胁台湾的空包弹呢 是不是 根据中共一贯以来隐瞒、封控消息 再到瞒不住突然爆发的这种惯性 这说明什么 再加上刚才说的 看钱 follow the money 是不是 这实实在在的又一次灾祸降临了 疫情能让有点权力的人都尝到了甜头 上瘾 而面对中共当下的 你看 从高层到基层 是吧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 从国内战场队到国际上座船 各种矛盾难以调和 一个个白色幽灵进入每家每户的恐怖 意味着一场战时体制 是吧 那不论对于要死守权力的习近平来说 还是蠢蠢欲动他的那些亲密战友们 都对此需要 都迫切的需要 想起毛泽东在国共内战即将胜利之际 写下了别勒斯图雷登的文章 美国大使的离去代表了中国一个时代的结束 今天呢 卸封中共大使的离去 是不是也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呢 又是周末了 我想的俄乌战场了 那么一日三变 我也别歇着了 要不再给大家做一个更新 顺便把中俄中朝的历史远远和未来的走向做一个分析吧 如果您希望江峰做个更新 您就在留言处给一个爱心 给个赞 我奉各位旨意 出征